嗨 来啦 欢迎我们来到我们的拔刀剑生存 这里呢 现在开出了一大堆的这个东西 非常的富有 我们现在这个破产方块已经就是 进入了自由阶段 你看 又给了个信标 然后咱们现在需要的是一把弓 以及几百万的EMC值 大家先评后看 养成习惯 养成好习惯 哪怕是个表情包 也能帮叶峰涨点播放量 谢谢大家 现在呢 把没有用的东西卖掉 诶 精准菜籍 这个我得用一下 有人可能不理解 说这么开难道不好吗 我跟你讲 这么开 它有一点不好 就是说我们本身就一个一个开的 然后我要是这么开 它开出一口井 可能会让我直接损失 至少三个方块吧 至少损失三个方块 这是真的 你看 我把它挖下来 这57个方块 我们想在哪开 诶 就在哪开 这精准菜籍没想到 诶 一露烟就过来了 瞧不瞧 太巧了哈 你看看 12个绿宝石 14万 然后放地上开 不一定能给它捡起来 被别的东西挤 咱就看不见了 这咋放地上开 一个一个全是空气啊 别闹 别闹 诶 对对对 这种祭坛可以多来 撒瓜俩枣的 咱也收一收 这又是100万 这一个的绿宝石祭坛 它就是100万 所以说咱们是稳赚不赔 现在有790万了 我们的全剑的 这个EMC值已经足够了 然后咱们的那个养猪场 还需要什么呀 一个台杜 加一个时间洪流怀表 大概是600万左右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上一个 吸经验的装置 保证它那个 那叫什么东西啊 经验值 落地以后 不会被 我怎么挂 不会被我们的这个 这个内存吸收 然后占用过多的内存 然后我们就 吊针崩端 我不想再登 再登那个崩端大帝了 我是叶峰大帝 叶峰大帝 然后最近那个 谢谢大姐的关心 谢谢谢谢 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但我还是会坚持更新的 这个可能是季节换季 导致这个各种小毛病 变成大毛病 过来这针子也就好了 也就好了 开着个胸甲 这可以临时穿上 咱那荆棘胸甲 肯定会有人说 你都有那么好的胸甲了 你为啥不穿啊 你为啥呢 那胸甲 它是个锁子甲 耐久本就不高 万一让这方块里 什么爆炸给咱给拿走了 那咱们岂不是亏大了 对吧 所以我不穿 是有原因的 这仨瓜俩嫂都懒得挖了 以后见到信标 别让我挖 信标谁挖 咱缺着玩什么 不缺呀 对不对 还剩最后12个方块 这12个方块搞完 咱就回家 有人可能会说了 啊 叶峰 那你不开这个方块了吗 不开了 不开了 有权剑了 咱可以拿战利品袋刷呀 对吧 何况 这里边比较好的 咱也见到 像下界之星 像幸运方块满天飞 咱们都遇着了吗 对吧 咱现在顶多就是缺个几百万 做个 哦 虚无戒指 没闲助啊 兄弟们请允许我再来一组 好吗 最后一组 这组开完 不管他赚还是赔 咱都马上去养住场里 捣吃捣吃去 有人也会说了 那你这万一全赔进去 全剑不就做不出来呢 没事没事 红雾之间也能凑 也能凑我凑 红雾之间也能凑凑 我怎么感觉我是卡了吧 我去 几个意思啊 哦 好了好了好了 我就觉得我刚才卡了 你们猜为什么 因为他不可能连续几个都是空气 你好歹你掉点东西呢 是不是 所以我一瞬间就意识到 是不是我卡了 你还回了点 不 我就我跟你讲 我就赌一个 这一锣 这一锣里边能开出啥 就是能开出那个 那个叫什么呢 下节之星雨 不是刚才那种 不是刚才那种下节之星 就比那个还猛 哎呦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爽 来来来 锤子还是要的 哎我斧子呢 我不会给扔了吧 我卖了 精准采集的斧子被咱卖了 哎呦 真来了 来了兄弟们 下节之星 这样的话咱们应该会拥有一千万吧 应该至少是一千万了 这点下节之星也得是五十个起步 这就啥 这叫运气 别天黑 天黑了这小星星就看不见了 来来来来 捡起来我的下节之星 咱这运气没得说 把它捡完以后咱手上也就剩个四十来个方块 随便速开三连三连的开 哎也就差不多了 要能得到瓦工的话 那就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